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日 陈敏尔卸下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转任天津市委书记 上任后 陈敏尔马上找老干部谈话 并且考察滨海新区 观察人士认为 天津官场黑幕不少 习近平把他调到天津 或许有特别的任务 11日 陈敏尔和多名正式级老干部座谈 这些老干部表态 全力支持市委工作 时政观察人士王赫表示 上任问候老干部 这是中共的一个惯例 表示新老合作的意思 要征得老干部的支持 陈敏尔是搞宣传起家 很会做这种面子活 但也许还和官场整肃需要有关 上任第二天 陈敏尔就到滨海新区调研 从官方报道看 都是一片肯定的措辞 今年62岁的陈敏尔是浙江诸记人 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 他掌管省委宣传部 他是习近平的忠实拥护者 也是习主导的之江新军的要员 陈敏尔在19大和20大都是入常热门 但最后均落空 王赫表示 陈敏尔未入常 并非不获得习的信任 应是习家军内部安排 他还年轻 要让位给蔡奇 李希这些偏老的 而他调往天津有些奇怪 可能有些特殊任务 天津是个很麻烦的地方 虽然没有所谓的天津帮 但是官场黑暗 王赫表示 滨海新区的经济造假非常的严重 其实是天津的隐患 过去张高丽和何立峰在天津搞建设 背后有许多黑幕 现在习近平等于让陈敏尔去处理 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2007年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现任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于2009年接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张高丽和何立峰曾在天津大拆大建 2009年一口气推出10项重大建设项目 留下无数烂尾专案 砸下600亿兴建的响罗湾商务区 被形容到处是空房如鬼城 张高丽主政天津期间 天津公安队伍腐败成为市民热议话题 天津有民谣说 谣子是公安开 赌场打的是警察牌 有网友说 张高丽书记让天津的夜总会 洗衣中心成了公安局的三产 张高丽是江派人马 但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 何立峰与习近平曾在福建共事多年 两人年龄相近 又传私交甚度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7年 官智省长对何立峰相当赏识 随着习近平不断升迁 何立峰的职务也水涨船高 何立峰友邦在明年接替刘鹤任副总理 王鹤表示 何立峰是个官僚 他没有西方留学经历 虽然有经济博士学位 但那是他在福建泉州任职期间拿的学位 是在职博士 刘鹤曾经在美国进修 而何立峰没有 何立峰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政策都紧跟习近平 如果他接替刘鹤 并按照中共官僚的那套做法行事 那就会使中国的经济走向更悲观 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困难 何立峰和陈米尔虽然都是习家军 但两人的关系也不一定很好 王鹤表示 其实习家军内部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会互相拆台 只是都会隐秘去做 不会公开 就是说 这类事情会不会引起习家军内部的分裂 他们之间因此内斗暗斗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卸任天津书记的李鸿忠去向不明 但港媒此前指他会担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 外界认为 李鸿忠是变色龙 他原属于江派人马 在2016年率先喊出习核心 不久就被调到天津 出任天津一把手 为了向习近平表忠心 他在短短一个月内 四次公开喊出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等口号 第二年 他就进入了政治局 王赫表示 李鸿忠转向跟着习近平 转得很快 这个人非常会投机 习近平认为 只要向我靠拢 我就会用你 按照李鸿忠的年龄 66岁 早就应该下了 这次使习近平额外对他开恩 还留在政治局 但被放到人大去养老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李鸿忠被做成样板 习近平就是给别的排戏那些人看 跟着我还是有好处的 近日 中共突然放松严酷的清零政策 导致全国疫情高涨和社会混乱 知名学者袁鸿冰解释 中共放弃清零背后有两个原因 袁鸿冰对大纪元记者透露 他最近得到内部消息 习近平的亲信 就是将任总理的李强向习提出 世卫组织有可能在2023年正式宣布 新冠肺炎是一个普通的流行病 不再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疫情来对待 如果中国继续搞清零封城 就将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孤岛 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笑话 李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在 世卫宣布新冠为普通流行病之前 中国要抢先宣布放弃清零政策 当局放弃动态清零的另一个原因是 中国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 各地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 袁鸿冰说 中共现在靠大量印钞票来度过财政危机 但是这样就会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 共产党是不会公开宣布放弃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的 只是实际上放开 不再封城了 但这样仓促的放开方式 就像过山车一样 必然引发疫情在中国大面积流行 会引发更加重大的社会危机 造成生命的损失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火灾 因过度防疫 导致严重伤亡 随后全国各地爆发了白纸运动 在上海的街头 抗议人士喊出了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袁鸿冰表示 二十大后 中共整个党内已没有成型的力量跟习近平抗衡 但是白纸运动兴起之初的前三天 习近平精心打造的强大维稳力量却几乎全部躺平 使这场运动迅速扩展到了全国 据中共党内人士说 这给习近平造成极大的震撼 习发现自己是极其孤立的 白纸运动兴起之际 11月30日 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前党魁江泽民病亡 随后进入一周时间的官方悼念活动 全国维稳升级 袁鸿冰从中共党内人士那里得到消息 习近平致到此的内容基本上是曾庆红准备的 袁鸿冰说 江派人马本来想利用江泽民之死 向习近平发难 但他们没有想到习近平会做出重大让步 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思对江泽民盖棺定论 等于他们这一次反扑被习近平化解了 从此之后 所谓的江派就是树党胡孙散 中共党内人士讲 明年3月份两会之后 习肯定会借助反腐败的名义 对江泽民家族残余势力进行全面倾剿 收缴他们富可敌国的家族财富 并用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准备发动台海作战的秘密经费 第二个是用于维稳 第三个就是用来缓解中央地方最紧迫的财政困难 11日 新晋常委李强代表国务院 在中国工联商大会上致辞 这是李强二十大后首次公开露面 以再履行总理职责 外界关注李强的一席话是否预示着北京将强力扶持民企 比如强调在习近平思想的指导下 促进共同富裕等 外界普遍认为 李强将在明年两会接替李克强出任总理 这是他首次代表国务院公开露面 时评人士石川云在希望之声转文表示 自二十大结束到明年两会前的这几个月 至少在中央政府层面是一个所谓的权力空窗期 从这次李强提前登场看 李克强等国务院救人可能实际上彻底躺平了 只是做些表面工作 对于李强这次开会大谈支持民营经济 时评人士秦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对民营经济来说最大的打击 我认为还不是三年疫情的问题 在中共的政治环境下 民企在国企之下 当局对民企就是在利用 用民企来搞好就业 搞好经济 税收 让政府有钱花 民企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中共的自己人 旅美经济学者郑徐光表示 十九大以来 李克强跟习近平对于民营企业 保持着不同态度 过去五年 实际上一直有两条线 习近平的一条线和李克强的一条线 李克强是给民企减负松绑 习近平则是打击有影响力的民企 要走所谓共同富裕的路 李克强的路线会帮助企业发展 而习近平的路线则是遏制企业发展 过去十年 习近平的政策占主导地位 所以民营企业家惶惶不可终日 不知道哪天就要公司合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家没有心思再去考虑发展 很多人考虑的是生存 或者说保住已有的成果 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分析 尽管中共放宽封控 中国经济也会受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 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显著的回温 秦鹏认为 中国经济不能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他说 一个因素是国际环境 中共和世界交恶 现在国际上已经是在去中国化 第二个因素是国内消费问题很难再提升了 因为经过这三年的清零 民众已经没有钱了 钱包也被清零了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